弟兄姐妹,心靈真寶今日的主題是 回應主愛的呼喚到主面前第一步伐 我們信主已經有永生 但不是單是信主那天才享受永生 而是每天都要到主面前得生命 就好像約翰福音第五章所講的 約翰福音第六章主講出 祂就是生命的糧 到祂面前同信祂的是不會餓和不會渴 我們一心因為不斷到主面前得到公認 就能夠飽足 詩篇第四十三篇 詩人說祂要到祂最喜樂的神那裡 我們到主面前才能夠最喜樂 有最深的享受 有最深的享受 主要的生命 我最重要是回應 我們回應祂愛的呼喚 我希望大家記得咬雪論 求祢容我得盡祢的面貌 得盡祢的聲音 主要是很明顯的 一次次呼喚人到祂面前 第一支妹 我們因為信了主 我們已經有生命了 有永生 主也說我們 如何 心靈是不會死的 千二十二篇 港老主說 釘十二架 那裡後面有一個很美麗的畫 他遠離不得心 永遠活著 這句話 在我和你心中實現的 我已經有了永生 但我們不是單單 我信主那天 有了永生 報律所說 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 那個舊我 以前的我 哪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那如何活著呢 我在肉身活著 他現在真是生存 是信神的兒子而活 是依靠的兒活 朱住了我裏面 就是他靈住在我裏面 他肉身在榮耀裏面 他靈在裏面 是怎樣的靈 他是次生命的靈 他是次生命的 所以我們有生命之後 重要的是我們繼續得到他的公認 繼續得生命 我看樣分第五章 第39節 你們炒聖經 因你們 以為內中有永生 今我作見證的 就是這經 以夜 你們不肯 到我自己來 得生命 當然第一點 我們要信主 到主要那裏 得到生命 到我來上主之後 不是就是一次過上主 我繼續享受公認才行 去保羅講 是恩信神的兒子而活 正如都是次生命 我看這個第六章 主要透過五餅魚的神跡 五餅魚是身體上的食物 所以你不小心餓著回去 主要透過這件事 講到他就是生命的糧 是更重要 更寶貴的 當然神都供應了我們肉身那些 但是第一點 就是我們先知財主要救主 就是生命 如果沒有這件事 那生命就死了 就算全世界最好的食物 你都有 你最享受 甚至你身一看全世界最厲害 但是生命是死的 如果說得很清楚 我活著不然有空靠食物 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話 我們心太需要供應 太需要糧食 我們一上主之後 我們心已經是活的了 但是活了 是不是這麼活呢 就這麼說 所以詩篇一百十九篇 那個詩人一次叫神救活他 確實他已經得告了 所以叫神救活他 但是那個心還沒有夠活 我想大家都經歷過 你生的時候被沉默 沒有這麼有生命的氣息 不是這麼飽足 不是這麼享受 不是這麼穩固 不是這麼強 摩西他已經是神老心了 但是他還有祈禱 他想早早飽得神的愛 所以他一生一世歡呼 便喜樂 所以我們要飽足主的愛 你才能喜樂 就算是呵色 就是活動 要想快樂 你享受主自己 他愛 我們心先從心底 有個氣樂 就是可以是滿有榮光 大氣樂 這世事人他沒有 就是尋找的那些 是喝玩樂 是沒有辦法 有這個心底的氣樂 第六章很寬貴 看看二十七節, 很多人經歷過神職, 好像心穩住那樣, 看其他方書,因為神職, 甚至他們還想強迫諸族王, 實在他們尋求多物質的人, 主也很直的, 看看二十六節, 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有的,告訴你們, 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職, 實在見了神職,應該是想到神自己, 那個意思, 不只是表面有些食, 別想過,處是誰呢? 他說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職, 那是因吃餅得飽, 只為有東西吃,物質方面的東西, 主要直接幫我講,夜七節,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努力, 要為那全到永生的食物努力, 所以人子要賜給你們的, 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 現在你看到世界上的人, 都是為那些必壞的食物努力, 因為是物質的那些東西, 除了食物之外,其他層外物質的那些東西, 不能滿足了心。 所以,又算他多有錢,或者豪宅, 各方面,或者地位, 正如所謂所講, 實際上真是,心是虛空。 豪宅說, 豪宅說, 不要為那必壞食物努力, 即是不說我們不上班, 他說, 要為那全到永生的食物努力, 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 所以,主要賜給我們那些, 全到永生的食物, 我覺得很好,太寶貴了。 這個講到,甚至直到永世, 主要要繼續供應我的心靈, 不單在地上, 可以超過十年, 享受他自己, 心靈的供應, 直到永遠, 和我真的需要, 直到永遠都享受他自己, 在永恆, 我們享受到他, 我們根本不會犯罪。 他傳到永生的食物。 這個就是3、5節。 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 到我這裏來的, 必定不我, 信我的, 永遠不渴。 這裏當然不單是我們第一次信住的一次, 我就是要繼續到他面前, 才能夠, 心不餓, 和信他的永遠不渴。 所以信心和生活。 除了信心和生活, 你無可能永遠不渴。 如果我對他的愛, 又不信, 我無可能心不渴。 如果我不到他面前, 譬如你幫我, 每天都不親近主, 我問你, 心不渴? 學不渴? 我真的每天都需要供應, 就夜都需要。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我到他面前, 我就能夠得到供應我, 心不渴, 不渴。 到他面前, 你都幫信心, 即是靈一種表達。 到他面前, 我要他, 去。 信心和生活, 就要你一次到他面前, 來享受他。 心不得他享受, 經歷他自己。 我這樣就住了。 你想起, 這些樓未開之前, 那一隻初信已經是, 他使我真的重視親近他, 我覺得太寶貴了, 只有感激他而已。 連初信時都開著奏義親近他。 不是我那麼懂, 但是是他吸引我, 向我愛的顯現, 所以吸引我心, 開著奏義親近他。 到今天, 我都太貴, 以外人生, 我都不敢想。 就是基督徒, 如果我親近他, 我都覺得, 嚇到我了。 如果你不親近去煮, 怎麼撐啊? 在世上那麼多難處都是, 不遇的事, 就痛苦啊, 太寶貴了, 他有我代理, 生命的糧, 我心靈的, 享受供應, 好保的, 收你滿足的, 不知, 喝和我。 沒有另一條路, 真是的。 知不知是三篇, 他都是遇到他最喜樂的神那裏, 我好阿門啊, 一主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喜樂。 真的覺得, 如果不是享受主, 真是苦的, 香港。 我離了他, 真是沒有策略的, 不能作什麽。 譚寶貴, 他就抱著書, 我就是枝子, 他撿水, 供應我們。 所以到年老都是這樣的, 才弄個影片, 他年老的時候都要結果子, 滿了什麽? 執章, 而常發清。